明天是區議會選舉投票日 大家選好你們的候選人沒有呢?如果沒有的話就上去一個網站 叫做vote4.hk 上去就選你自己住的地方看到你的選區 那裡就有這個民主派的推薦的名單 你看到有些就有兩個黃色的圈住兩個黃色的 就是叫做民主派,然後藍色就是建制派,灰色就是不知名,不知什麼黨派,或者叫做獨立人士,有些會有兩個黃色的 可能兩個都是自稱是民主派的,怎樣選呢? 你問了我,我不可以 告訴你每一個選區的局體情況,因為我不懂 那真的可能你要做些功課 好,那無論如何呢,我就覺得大家的政治取態怎麼樣都好,你是 淺王、深王、勇武,無論如何都要去投票 投票有多重要呢?其實我昨天都說過很多次了 對於這個 拿了超過一半議席 在這個區議會的資源那裡的運用上面,對整場運動帶來一個非常之 重要的影響,這個就不在話下 然後也會影響到這個立法會的選舉 因為有些議席是要由區議會區議員 這個資格才可以參加這個選舉 也會影響到在 將來的這個特首選舉 因為有超過一百十幾個 這個選委,這個絕對是小圈子選舉 如果這個我們暫時沒有辦法改變的話 這個由委規則就是這樣玩 就是由這個區議員那裡 是產生的 而且如果區議會的 議席 是某個黨派或者某個派別的,譬如泛民是超過一半的話 就會囊括了這一百十幾個 選委的議席 所以說 具體的政治操作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好了,那怎樣投票法呢?有什麼策略考慮呢?因為這個就是一個 單議席,單票制 就是一個小選區,每個選區都只有一個 就是這個席位 無論你有萬七人去爭都會爭一個席位,所以就不需要配票 你只要全入你屬意的候選人 然後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配票 丟掉你屬意的候選人 因為最近的這個政局 很多人去擔心 究竟 那個選舉做不做得成 會不會腰斬 很多江湖的傳聞 有機會上午投完票之後 到中午突然腰斬,只是數上午的票 所以很多人叫人越早投票越好 小弟都有這樣的說法 吃完早餐就去投票 我不是說吃完早餐就投票,怕他腰斬 而是說大家不要 做這個所謂deadline fighter 不要搞到很敏很敏才要投票 打完蛇餅 你無論如何,你有時間你就去吧 又不一定要集中很早去,又不是集中晚上去 總之 早投票 不要去到十點半,很敏水 然後才投票 這個對大家都是比較方便 你可以 覺得自己有空就去吧 在網上有很多說法 就說 如果那個有三小時 持續混亂 這個選管會就會停止選舉 然後就用那個 數票 在那個時間就去做數票 這個選管會已經出來澄清 那個做法是怎樣的呢 因為由7點半開始到10點半 就是總共有 這個 15個小時的投票 15個小時是法律規定的 如果中間有一個半小時出現混亂 選舉會就說 如果混亂超過一個半小時,那個票站的投票就會停 不是等於馬上去選票 那個票站 因為那個法定時間的15個小時未完 所以就停了之後 那些 票商就會在 所有的候選人,那些代理人等等 看著完之後就封了他 當然我們要信這個機制 會不會中間有人塞票 封了他 鎖住他 前後左右都封了 然後就等 12月1日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之後 12月1日 重新再投票 這個票站重新再投票 重新再投票 當然 那個選區的議席就不能夠公佈了,因為都未投票 重新再投票怎麼計算呢 選管會也舉了個例 如果 那個投票的停止的時間是中午12點 OK 中午12點 於是 他就會由 當天的12點開始 就一直 直到晚上的10點半 晚上的10點半 就補足 停了 那個差額 那個差的時間 以事公正 所以就不存在 連續混亂三個小時 就會停止選舉 不存在這個問題 也不需要有網上的 看過很精密計算的人 你不需要一些黃絲 早上投票 不需要 你有空去投票,不過不要做deadline fighter 不要最問的時候投票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會被人家計算 被對家計算 站在票站 外面就已經看到 不用做票站調查 因為你做票站調查 你可以做假的 假扮的 投給誰 投給建制派 但是如果你在網上經過號召 一早就去投的話 你現身的東西 已經是 已經是被人看到你是黃絲 如果 黃絲多黃絲少 對於對方的 吹票的力度 是會產生決定的影響 他看到你黃絲多的時候 他就會 很努力去吹票 如果見到黃絲少 就會 這個 沒有那麼大力 所以如果你說集中在 中五歲點之前 全部黃絲都去了投票的話 那麼對家就會很清楚 黃絲的 這個 投票的取向是怎樣 OK 那就 好了 大家怎樣去投髮呢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 我昨天提過 不要穿黑衣 不要穿黑衣 亦都是 被人看得到有多少穿黑衣的人 代表多少是 叫做 黃絲或者同情這場 反送中運動 亦都會被對家看得到 究竟黃絲的投票策略是怎樣 講到這裏 這場選舉有多重要呢 我認為不單止是 對於 剛才我所說的區議會的 政治生態 立法會的選舉的影響 甚至特首選舉的影響是怎樣 這個就是 最具體的這個政治操作 很多人都這樣說 沒有一場選舉呢 你有機會投票呢 你就好去投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一個不正常的狀態下 我們是暴向這個威權或者獨裁的一個這樣的 危機的情況下 尤其是在今天的香港六個月以來 那個 反送中運動波蘭撞闊 這個就是無論建設派政府寸步不讓 警暴 等等你不知道下一場的選舉會不會舉行 換句說話我們現在看到的特首選 這個立法會選舉 明年的九月會不會 因為我們這個政府越來越獨裁 他會宣佈取消所以 每一個人都應該當每一場選舉是最後一次投票的機會 如果你有看歐家倫的文章 他幾乎有一段時間就會 將這本書 裡面的內容 叫暴政 暴政這本書 裡面的內容 拿出來說 最近他在網上有 好幾篇文章都廣泛給別人分享 因為他引用裡面的作者 這個作者是什麼人 這個作者其實是一個歷史系的歷史學家 是一個教授 當然是耶魯大學歷史系的講座教授 相當資深 他研究很多納粹德國 時候的歷史 大家知道納粹德國是一個什麼年代 希特拉借助選舉上一場之後 就實施 這個獨裁統治 一黨專政 就要利用這個 德國裏面那種反猶太人的情緒 於是 除了要剿滅 這個猶太人之外 也是借助這種情緒 去整個歐洲 都被他發動戰爭佔據了 佔領了 而且實施獨裁統治 直到1945年 這個二戰 這個俗心國戰敗之後 然後才開始 回到一個正常的狀態 這個作者其實這個歷史系教授 對於納粹德國的歷史 對於歐洲陷入黑暗的歷史 知之甚長 而且他寫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 是一個在社交媒體裏面的 可能每一天或者假日一個星期的一篇文章 他針對什麼呢?是針對特朗普上場 會不會美國有機會走向獨裁 他是很反特朗普的 其實 他覺得特朗普和 很多獨裁者的形態是很近似的 所以他因為 有禁而發 將特朗普的 言行 和當年的希特拉的言行 或者獨裁者的言行做一個比較 於是他寫了20篇文章 就說 如果 出現暴政的時候 人民應該怎樣去自主呢 其中一篇就是 提防 或者小心一黨專政 歐嘉倫常用這個 這個內容就說 他引述 這個作者引述一個作家所說的 一個叫大衛樂奇的作家在小說裡面的男主角所說 他說 你每一次做愛 你不知道那一次是不是最後一次做愛 你不知道是不是最後一次 於是他說投票都是一樣 投票都是一樣 1932年的時候部分投給納粹的德國人都知道 眼前的選舉可能是短期最後一次真正的自由選舉 但是大多數人對此一無所知 於是 在1932年 投票投給希特拉之後 從此 德國就陷入一個 一黨專政的 獨裁統治 沒有一個真正的選舉舉行過 說這個東歐這個二戰之後的東歐 被蘇聯佔領了 然後就 捧了當地的共產黨上台 1946年的時候 紫克斯洛伐一的選舉裡面 他說當地的人可能只有少數的選民明白手中投給共產黨的選票 最後會終結民主的體制 大部分人都以為有下一次機會 結果 等了很久 然後才有 什麼時候 到這個 1989年才 再發生一次真真正正的自由的選舉 1990年的蘇聯 人民代表大會投票的時候選民是不會知道 他們的祖國自此之後直到今天 因為普京做完總統就做總理,做完總統就做總統 再也沒有自由公平的選舉 世界上每一場選舉都可能是最後一次選舉 或者是投票者人生裡面的最後一次 納水一直掌權到1945年大戰戰敗為止 共產黨控制的紫克斯洛伐是1989年體制垮台 俄羅斯在1990年選舉之後陷入至今的寡頭政治 延續到今天 而且也試圖在外交上摧毀其他的 民主國家 提出警告 獨裁暴政的歷史會不會在美國 重演呢 那麼美國 美國人經常都會說一句這樣說話 這個 在廢奴運動 廢奴制的運動 一位政治家所說 自由是基於永恆的警覺 不要以為 經常都說 take it for granted 不要以為 一向有民主的國家就會有民主 一向有自由的國家就會有自由 不是的 這位作者說 自由和民主都不是 take it for granted 不是說 老縫有 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不是免費的 要付出代價爭取回來 我看完這本書 多謝歐家倫再三推薦 我看完英文又看中文 我發現這本書很值得大家 去細讀 這本書就是暴政 很值得細讀 原因就是 他裏面說的東西雖然不是 一些什麼金科玉律 可能是常識的一部分 但是 裏面有很多的很細節的東西 真的好 在今天我們面對這個困境 如何自處或者如何 應對他都提供一些 可以操作的一些細節 很值得提 就譬如好像 投票選舉 區議會 對於很多香港的市民來說 都是微不足道的東西 他們認為是蛇齋餅種 我們這些 看這個 那麼大的政治的人 街坊山窗浪 雨山窗通坑渠 派平安米這些東西 那麼濕碎 我們作為一個 讀書的 有政黨職業的 覺得 微不足道 不需要理 區議員是什麼人 但今天我覺得每一次的選舉 好像這位作者所說 這個是 耶魯的歷斯教授 他所說 當你當每一次選舉都是最後一次選舉的時候 你就會 珍而 重之 因為這個選舉是很重要的 你不知道 下一次 即現在我們 在計劃之中的下一次就是明年9月的立後會選舉 當然立法會的權力會比區議會大 但是你不知道 接下來香港會發生什麼事 立法會會不會有選舉 你不知道 那我沒有選舉現在選舉會來做什麼 問題的關鍵就是 這個選舉每一次的選舉都是民意彰顯的時候 我們是用 最和平的方法 不需要被警察打穿頭的方法 不需要 嘗吹淚彈的方法 去 表達我們的民意 他那個和平的手段 是比這個和理非的遊行 風險是低很多 和理非的遊行有機會 中間會腰斬 出現會 在中間走爛式 我也試過 突然之間放出雷彈然後走爛式離開 選舉 雖然今天 政府大大聲地說 什麼情況下什麼情況下可能就會 暫停 但是你看得到 整個選舉 似乎無論是建制派也好或者其他的政府官員 都很想 很想 繼續下去 能夠成功因為這個他認為 是一場民意的批評 對於 支持民主的人來說 當然要奉陪 當這個保皇黨說是一場民意的批評 他要出盡飲奶鼓的人出來投票 這一邊 支持民主的人 既然有選票給你投票 為什麼你不是 盡力跟他做一次 大的批評 作為一次公投 去告訴你 告訴政府 在今天 這場運動裡面 民意仍然是支持抗爭 我們試想一下 如果這場選舉 區議會選舉 支持民主的候選人 大敗的話 會出現什麼情況 第一 警察 諷刺人家吃生命麵包的警察一定會吭吭大笑 一定會上去深圳 喝冰凍啤酒吃海底撈吃到死為止 開心到不得了 是不是 因為證明 警察暴打市民 市民呢 全港七百萬 用選票來支持警察這個暴行 支持建制派候選人就等於支持警察暴打市民 我不是誇張這個是很清楚 確實實是這樣 OK 建制派候選人 當選多的話 自然就拿到更大的資源 可以為所欲為 喜歡 在哪個區搞什麼什麼音樂噴傳等等 派了錢給自己有 代代平安 這個東西 他們是繼續可以 喜歡怎樣就怎樣 政府更加 振振有詞 你們說說什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在區議會選的結果裏面 似乎民意不是站在你那邊 什麼獨立調查會不會覺得你放屁 最後是不會搞的 是會用最大的警力 將所有的年輕人趕盡殺絕 他才善罷金優 對於北京來講 對於大陸的人來講 更加 就是覺得 連一個最 簡單和平的方式的投票你都是輸給建制派 證明真是民意不是站在你那邊 他可以 用更加大的力 去鎮壓香港這一場 爭取自由和民主的運動 他更加不會 射美國佬 因為美國佬就是這樣說的 美國佬現在 我稍後回來 詳細分析一下 美國 特朗普政府 取態 在這個人權民主法 美國佬就說為什麼那麼快通過 人權民主法 很簡單 因為 因為香港人爭取自由 其實意志很強 運動延續了那麼多個月 民意都是站在爭取自由民主反送中這一邊 所以 他們很快就會 用這種方式 Hotline的方式通過這個人權民主法 但如果這次區議會選舉輸了 建制派是 拿到絕大部分的議席 出來的訊息就告訴美國人 原來香港人 不是支持反送中 相反 是想 香港警察甚至北京政府去打擊這一幫 暴徒 他 怎麼能夠 名正言順地 特朗普會簽 這條 人權民主 的法案 將它變成法律 所以 這場選舉 這場區議會選舉 在以往來講 以往的歷格區議會選舉來講 很多人 都沒有心機去投票 覺得沒有用 對香港的政局是無保於事 對香港大局 沒有什麼大影響 但今天完全不同 在這場運動的大背景下 麻煩大家 我剛才分析了這樣 包括 警察的警暴 包括建制派的資源 包括政府怎麼面對這場運動 包括北京怎麼看 包括美國怎麼看 在這場選舉裡面 那個結果 都會影響 那麼多個 關鍵的掌握權力 在香港 對於香港市民的 自由 是會有決定性影響的 一些當權的人 的一些想法 反過來如果這場選舉 支持民主的人是大勝的話 我覺得 政府是要考慮的 美國是要考慮的 北京是要考慮的 建制派當然會 害怕 警察考不考慮 因為警察 考不考慮 其實就是看 林鄭考不考慮 雖然現在說 很多人說 警察已經騎劫了整個林鄭政府 但是在一個大的民意的基礎下 我相信 我相信 對於警察 接近 我覺得是 一種恐怖 主義的方式 去 解決這個所謂香港的暴動問題 我相信這個區議會選舉 對他們來說 會構成一個政治 某程度的政治壓力 如果 是民主派大勝 所以 多重要 你不要以為 今次的選舉完了之後還有下一次 不要這麼想 你是當 最後一次投票 這樣去考慮 你就會 不要 拖這麼長的時間 有空 無論你是上班之前 例如你沒有那麼早上班 有些人星期天都要上班 7點半票就開了 那就下去投票 不用上班的你睡到9點 不要睡到12點 那就下去投票 是吧 下班的 就是你可能 8 9點下班 10點半才關門 先投票 才可以吃晚飯 希望大家 不要給 這場選舉輸 不要令到 在前線抗爭的 這班年輕人 覺得他 沒有任何支撐的力量 選票 是武器 他的威力 其實我認為是 比任何事都是大的 當一個 用一個和平的方式 亦沒有風險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不要放棄你手中的神聖一票 深藉口快兩週年了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這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到數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到數 又或者 你用 八達通的好儀比 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 都可以 如果你想寫劃線支票給我 就寫這個名字 不過 不要再寄數碼 我已經改了地址 九圍馬鞍山油谷油箱 264號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了